大家好,我是蓝胖,今天分享一下封闭阳台如何养天竺葵 天竺葵分为三个大系列,直立天,锤吊天,大花天,并不是每个都适合封闭阳台 其中大花天系列里大部分品种都需要春花,没有春花条件的小伙伴一定要慎重购买 直立天和锤吊天在封闭阳台表现还不错,但是缺点也很明显,怕高温,难度下 而且有些品种太需要阳光,阳光不够就爱削包 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养护,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品种 首先建议使用排水好的花盆和营养土 切记,换盆的时候一定不要换很大的花盆 关于光照,天竺葵还是蛮喜欢阳光的 苗心健康的情况下,建议半日照以上养护 若苗,病苗,千万不要强光曝晒 关于浇水和施肥,天竺葵有一定的耐旱能力,怕水大 春天和秋天是它的生长旺季,表土两三厘米干了以后,往后延续个两三天再浇透水 春秋两季浇水的时候也可以加入水溶肥,一次清水,一次肥 生长期使用通用肥,有花包使用醋花肥 需要提醒,小苗,弱苗,病苗不要施肥 炎热的夏季,没有暖气的冬季是它的休眠期 不可以施肥,还要学会控水 关于修剪,天竺葵的分支性还是蛮强的 大家可以通过打顶修剪来触分支 分支多了,开花会多 而且剪下来的长枝条还能牵插,成活率还是蛮高的 最后呢,我以图片的形式给大家分享一些品种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,有问题留言,拜拜